在当年NMAX 155和XMAX 300都是好车 但是有哪一辆你在提车的时候不加价呢 这辆全新的LMAX它就不加价 林海这个品牌相信很多老摩托都很熟悉了 当年的车型福西100还有近战这些车型 都是在那个年代小伙子们最爱的车型 这辆林海的LMAX和YAMAHA的NMAX在外观上也非常相似 当然这两个品牌的渊源也很深 发动机用的是149cc的水冷单钢发动机 最大马力14.3匹最大扭矩13.2牛米 座高是760毫米它的车重是147公斤 然后搭配这个比较宽的前后轮 骑在街上的循迹性还是不错 安全方面呢ABS和TC都给你配备了 有意思的是因为它的排量是149cc 所以我在去试这个TC的时候 一直没有找到一个路段能够将它的后轮打滑 后来我找了一个水泥地 然后上面洒满了水 我把这个油门给它拧到最大 TC的介入还是比较明显的 150的动力呢前段起步稍微有那么一点点棉了 但是在后段的时候呢还是比较线性 速度还是可以的 值得一提的就是150的动力给你把TC也配上了 那让它的齐心就很安全 根本不会大谎 后减震呢没有像其他踏板车用一个双枪的在这里的减震 用了一个中置的减震 这个减震呢让这一侧的线条呢看起来更加的干净简洁 同时让整个尾部的造型也更漂亮 不过这个减震的调校稍微有那么一点硬 无瑶式启动呢已经是现在踏板车的标配了 不管是开油箱还是开座桶都很方便 两侧的手套箱呢空间一般 不过使用起来呢还算方便 要注意有一点就是当你在把车锁了以后 手套箱是不上锁的 所以一定要记得带好随身物品 油箱用到了一个14升的油箱 续航里程在400公里以上 不管是市区还是长途完全没有里程焦虑 前后轮胎的胎纹很好看 加上这个时尚的造型 让整个车的外形看起来呢很有颜值 国内150CC级别踏板摩托车这个市场 一直都非常火热 那么领海的LMAX的出现呢 相信会让更多想要加入摩托车骑行的新朋友 有一个新的选择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深度骑一下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